各位觀眾好,我是Lobo 過兩天打算下去橋底玩車 即是灣仔橋底 會帶些什麼呢? 首先要有車 然後呢 當然要有車殼 車殼要帶多4顆或6顆 用來試杯時撞車會脫掉 然後呢 一個遙控 這些就是最基本的行動 當然都是像上次我天天靈異那樣說 你應該檢查一下車的轉向 踩油會不會動 轉左右會不會走左行右 基本上懂得動的東西 你才會拿去玩車 不然呢 你現在漏了少少東西 或者有些人會 一個接收很多的車用 忘記了放一個接收就離開了 所以呢 能動的車才拿出去玩 或者去其他地方玩 那就安全一點 玩得開心一點 那除此之外呢 玩十二仔呢 你還會有些東西帶備的 我自己呢 就是會帶一袋 充電啦 裡面有充電啦 有膠紙啦 纖維膠紙啦 有時候用來貼一下電 現代有些新款車 應該用橡筋 或者用Grafa片 之餘不需要這麼落後 還用纖維膠紙啦 一支胎水 還有一支毛巾的 還有一支毛巾的 基本上是這麼多東西 就可以去玩得車的啦 Hello 大家好 我是Lo Bo 今天來到俄場 俄場新鋪之後呢 我也是第一次來的 那呢 就拿了一輛十二仔 GT 殼 過來試一下車 那通常呢 我第一轉試車呢 就不會落胎水的 放在地上 看看什麼反應 才決定怎樣落胎水 那通常呢 那通常呢 落到牆底一步呢 就試一下 兜圈先 然後呢 就再 檢查一下你的車 在那個track那裡 行走性能如何 然後呢 就再調教你的極速 所以 下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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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